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你怎麼看 因為之前在婚禮組織有受承承反正民好要停這個金額 那如果今天還是就是對方一會不讓你們回銷的話 那你不看梁文傑爆料說 市府裡面有人要拒絕廠商來回銷 這裏有別的 沒有啦我跟你講喔 預算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然後那個叫廠商都花錢了 然後再說這一會反對我們錢不要付給你 奇怪 我就覺得梁文傑腦袋在想什麼東西 還是他民進黨政府都這樣幹 我們不會幹這種事 所以現在是一筆錢 沒有啦 該怎麼支出就怎麼支出 那這個是這樣喔 有本事 中央主席出來說不可以交 他們就認了 這個我們還是按照依法行政嘛 行政採量權 該有決定 我也決定 市長 所以就是這個共機擾牌這個部分被人家說是雙標 你現在不覺得你是雙標嗎 不是 我們要雙標啦 我跟你講 我態度很清楚 我做 我認為該做 就這樣 那我知道今天早上我也很不客氣 不過你曉恩出來回答嘛 他作為總統他沒有能力保衛台灣的臉風 他束手無策 他出來講這樣講好了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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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